广报蒋敬夫李小璐合作的新剧2020年播出 网友改名恶搞太有趣 近日,有媒体报道蒋敬夫和李小璐新剧《你这么爱我,我可要当真了》将在2020年播出 一部都市情感大戏预告片中 蒋敬夫和李小璐吻戏不断 《你这么爱我,我可要当真了》拍摄于2016年 当时两位主演的人气震望都没有什么负面新闻 后来没有多久,就出现了什么家报什么的 再由于这部剧是导演是韩国人 李小璐可以说真的是一副好牌 打到现在都已经烂掉了 自从演出一部电影《天狱》就获得台湾金马奖影后 这个成绩还没有打破这个年轻的记录 2007年,凭借励志爱情剧奋斗受到广泛关注 不过结果似乎对网友们来说并不关心了 也不关心好看与否 于是乎就开始来了改名的模式 并纷纷调侃吐槽 恶搞改名太有趣 例如你这么爱出轨 我可要家报了 这部戏也算是李小璐与蒋靖夫的首次合作 在还没有出现负面新闻的时候 当时的贾乃亮更是探班剧组陪伴李小璐 这部戏也算是李小璐与蒋靖夫的首次合作 在这部戏也算是李小璐与蒋靖夫的首次合作